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宇文 好的谢老师昨天没有来录影 但是我们昨天有连线 在友台的连线节目 我们大致上讲 这个行情就说会震荡 那最主要的主因还是在于台积电 为什么呢 台积电的主因在于哪里 这个第一个 这个亲爱们以下 这个禁止销售中国 这个对营收一定会有影响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乐观 我们在前天的节目也有讲 就是说这个影响一定是广泛性的 我们先把政治移开 这个影响一定是广泛性的 为什么 很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在学 我们在读国际贸易的时候 就是说 当你不想卖给我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需要支持 想必的我手上一定也有你需要 我可以不要卖你的东西 那当然这个在政治学上面 叫贸易报复 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并不是说谢老师一个人讲了就算 但是先不要把它想得太乐观 那这是刚刚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台积电的影响 那第二点那就是这个所谓的 川普要所谓的这个报复性关税 那这个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 也一定会有影响 好不好 那至于是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影响 影响的范围大 还是影响的范围小 是加注在台积电的产品上的进口关税 然后台积电又转嫁 所谓的那些所谓的企业大厂 国际大厂 这个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这个很肯定的评估 但是也一样我们先怎么样 先退出怎么样 退出台积电圈 我们先把这个资金挪作它用 那不是说只有谢老师 有这样的想法 我相信稍微保守一点的 或者是属于比较被动型的 基金的经理人 大致上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如果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存储是意测 对不对 那当然我还是有我的策略 那如果这是一个共通性的想法 那请大家就暂时先避避风头吧 好不好 这个下雨天天转阴了 总是要去开个闪收个衣服 那这是我对大盘的想法 那当然不是没有什么辩解之道 还是有 为什么呢 我等一下会讲给各位听 那讲完这个大盘 台积电队大盘的影响 那我想跟各位去聊一下 昨天大家晚上有没有看 这个韩国队这个台湾队 或者是对中华队随便 这个就是有没有看那个棒球赛 这个很精彩 对不对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韩国也不弱啦 但是这个运气可能比我们稍微这个 比我们差了一点 那我们投手的水准比它好了一点 那在看的过程当中啊 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赢韩国的 不只是只有半导体 因为我们台积电把三宋干掉了嘛 对不对 那还有棒球 好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事情呢 我刚刚讲了 你去看三星的股价 你去看韩国的股市 近期来讲也不是很好 比台湾还要来弱 那你去看你去看英特尔的股价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这种半导体的 所谓的国际贸易制裁 绝对不会说发生 只有在所谓的台湾或台积电身上 只是生命力比较强的是谁 台积电 但是不代表它不会跌 它竞争力最好 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所谓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先进制程 都是属于怎样台积电影线 可是不代表它不会跌 不代表它不会跌 那你根本不用说成熟制程了 那但是在这个过渡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道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吗 甚至于连川普都还没有上来 我们这么多议测干什么 可是各位 你现在所反映的事情就是在对未来的未雨筹谋 好那有没有什么行业比较不受影响的呢 好那你会发现一件事 来来来 什么比较不会受影响 长龙 阳明 万豪 那你心中一定有疑问啦 老师你怎么会突然去讲这个货柜类股 我记得你之前货柜不是很看好喔 我记得老师你说只是所谓的 抢它的这个股息股利喔 对不对 那顶多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要以长期波段来看 它今年获利不错 你可以放到明年的配股息股利的时候 大部分都股息啦 现在股利很少配啦 大部分都是股息 那所以 老师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转变 为什么 原因在于哪里 好 来 讲原因给各位听 我们刚刚讲 对台积电的看法 短期限的看法 我们说不要太乐观 不要太乐观 那我们刚刚讲的 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看法 还有许多被动型基金的经理人的看法 甚至于主动型也会啦 也会有这样的看法 暂时避风头的这个看法 好 那我们可以退场嘛 我们甚至于可以反向操作做空 或者是避险 或者是放空点点点点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看空 但是我们不做空 都可以对不对 可是各位 你被动型的基金也好 主动型的基金也好 如果你是挂科技类股 你可能要60%到70%到80%的资金 你一定要押注在所谓的科技股上面 对不对 可是老师长龙 万海 阳明 他不是科技股啊 他们可以买吗 他们可以买吗 或许不在他们的涉略 或者是在选举 或者是在选股的范围之内 可是各位 如果你是高股息 高配息的所谓的被动型ETF 或者是基金呢 那货贵三雄 那就是你的涉略范围之内咯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 长龙最少25块 高标30 低标25 准论下有宣布答案了嘛 28块 好赚的钱多不多 赚的钱多不多 多啊 为什么不多 比台积电还多啊 各位都是朋友 我们以半年来讲好了 这第二季半年 有没有比台积电还多 有啦 比台积电还多 我们就讲第二季 第三季更多 那差异性更大咯 股本有没有比台积电还要小 有啊 那请问各位 我们刚刚所讲的嘛 被动型的 非主动型的 一些所谓的 高股息高股利的 一些所谓的 不管什么月配啦 季配啦 还是半年配年配 无论它是什么配 它会不会去买 这一种赚很多钱 很稳定的 明年可以配发很多 鼓励股息的个股 会啊 好那我这样讲好了 那如果我是基金经理人 我们两个假设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人 我可不可以把部分的资金挪移 从台积电挪移到 这些高股利高股息的 股票上面去 应该可以啦 没问题嘛 人家赚得比台积电多啊 我们刚刚只比到第二季而已啊 比到第三季 差异性更大啦 对不对 好 那明年会不会配股 一定会配嘛 配多配少的问题嘛 如果后年的资本支出不大 那配更多了嘛 为什么 因为长龙你不要忘记啊 这个两三年前在大涨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新船的那个 他那个时候配息的不高的原因 在于哪里 他因为他还花很多钱 他我记得还有买总部嘛 买那个所谓的办公室嘛 买那个就是所谓的固定资产 那还有买很多新船嘛 只是在不同时间去做一些 所谓的这个交货嘛 交船嘛 所以他大部分的资本支出 都已经花在两三年前了 那如果后年的资本支出不大 预期不大的话 那我明年就可以很大方的配股啦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 我也不要留太多太多的现金 在怎么样 在我的公司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该买的东西我都买了 我这两年没有太多的重大规划 所以我不用留太多的所谓的 营运资金 或者是获利来的这个资金 放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那符不符合所谓的高股利高股息 符合啊 所以会不会暂时性的转换 会啊 我们不要说以拖待变啦 就是说我现在的转换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有道理的过程转换 而且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嘛 连川普都还没有上 我们虽然不知道台积电 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走向 或者是被实施什么样子的措施 也许是正面 也许是负面 但是已在此时此刻的moment 我先刷过嘛 我先刷过嘛 那大家不要有那种老观念 什么叫老观念 大家不要忘记的 前几年 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长龙有做一次什么 长龙有做一次什么 长龙有做一次减资 好那刚刚说两个假设 还有一个假设是什么 老师啊如果我现在只能选一档股票 长龙 阳明 万海 老师你会选哪一档 就前一波啦 那个疫情那一波的时候 我一定跟你选万海 为什么 第一个万海股本最小嘛 那在外流通股数最少 它不只是股本很小 它在外流通的股数又更少 所以它的筹码是比较集中 以我们看筹码的人 因为我们如果是同题材之下 哪怕少赚一点 没关系 只它股本小筹码好控制 它一定飙得比人家还快 这种股票我们很多很多 在市场上很多出现这个例子嘛 包括这个林光三兄弟 对不对 林光赚最多钱 基本面最好 可是光灵却比它低价 涨到比它高价 到现在都是如此 所以股本小发行股数少 有它的优势在 好 那我刚刚说你不要有那种老观念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 来各位 以前长龙市超级大牛 为什么它股本最大嘛 阳明349 万海280 以前是万海是股本最小 你现在回头来看 现在谁最小 为什么它曾经减至一半过嘛 它本来是400多亿嘛 所以我刚回答你 我们刚回答一个所谓的 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长龙 阳明 万海 三档股票我只能选一档 我会选谁 我会选谁 我会选长龙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各位讲 配发股利股息 我们都知道保底25 最高可能回到30块 对不对 那我们请各位短线上小心 为什么 因为它在公布之前先涨 我们通常会遇到先涨的 后面公布之后反而跌 对不对 没错吧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了 那个时候 还没有发生7奈米的问题 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确认 所谓的那些什么的国务卿 国防部部长 都是派一些所谓的 抗中的一些所谓的大将上来 可是现在情态改变了嘛 你会发现 哇怎么好像都不太利于 所谓的真的是所谓的贸易 在那走向和缓的这个状况 那势必操作策略会做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几天我还在跟各位讲 还没有公布鼓励股息长龙的时候 还跟各位讲 先涨可能公布优惠党喔 对不对 你看今天就稍微做改变了 不是昨天 不是昨天这个谢老师 是没有来录影去科补的一些东西 不是 是情况改变了 反而我认为 三挡股票里面长龙 你真的要报 当然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啦 如果真的被短套之后 或者是说台积电后续的变化 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 这个化学变化啦 物理变化啦 或者是政治变化啦 或者是一些什么贸易变化 点点点点 那你要心里要有个打算 你要报到明年的配股利股息之时 好不好 可以吗 殖利率绝对不会低于3%啦 应该这么讲绝对不会低于4%啦 如果低于3.8% 那高股息高股利也不会进场嘛 对不对 那以我现在来看 我们说嘛 第三季已经到28块了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嘛 它的以现在来讲的这个殖利率 还不是算 还不是算太低 那 选长龙的意义还在 第一个 我们知道 大致上啦 大致上分三条线嘛 美洲线 欧洲线 东南亚线 那以 我们以稳定度来讲 长龙来讲是 这三条线是 比较平均一点的 如果你看好东南亚线 那你就买万海嘛 或者是买散装嘛 欧洲线的原因 要注重的原因在于哪里 因为乌克兰跟 苏俄的战争 跟这个俄罗斯的战争 因为他们粮食很多嘛 他需要一些所谓的这个 这个欧洲线的部分来做一些 所谓的散装 或者是货柜轮的这个运输嘛 那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停战啊 因为新的一个总统上来嘛 所以要把它评估下去 那美洲线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嘛 再来看好货柜轮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贸易战真的是有点状况 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有点状况 那我讲去很实在的话 好 我确定了 明年1月1号开始 我欺奈一名的 我叫全世界都不卖给你 那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1月1号 中国会做什么事 要是你是习近平 你会做什么事 我赶快趁这个时间还可以买 我赶快赶快去抢购嘛 赶快去买嘛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那个 之前就抢购一次了嘛 对不对 设备也好材料也好 这个EUV也好 之前就已经 之前就抢购过一次了嘛 对不对 你禁止我 你要给我一个buffer嘛 缓冲嘛 那我在这个之前我赶快抢 那抢东西呢 抢东西不是说 不是说我跟你讲你用快递炮我寄过来嘛 一定是靠谁 一定是靠海运嘛 时间够我一定靠海运啦 所以 有没有一点一些所谓的政治因素存在 还是有啦 那这个是我对台积电跟货柜三雄 比较近期来讲比较相反的看法啦 那其实很多 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科技业啦 你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公布财报之后 再来是要公布第三季的季报嘛 你会发现一件事 月成长 年成长 奇怪第三季的季报怎么出来 为什么赚这么少 毛利液也没掉 老师这个是不是会计师算错了 其实不是 因为第三季还要卡到一个什么 卡到一个汇损 卡到一个汇损 对不对 第四季可能因为 川普要上来了 美国要再度伟大嘛 第四季的汇损 第四季可能会回充 可是第三季 美金贬值很满多的啊 所以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营收数据的成长 盈利率也上升 毛利率也上升 那碳的级哪里变得比较少 还是说碳的级不成比例 原来是汇损的问题 所以此时此刻避开一些 我们不敢说全部 也有特例的 我给大家举特例的一档给各位看 当然有特殊原因嘛 好那你会发现 奇怪为什么 获利数字没有跟上 营收数字的那个同比例 就是汇损的关系 汇损比较不用怕 汇损就比较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属于 暂时性的东西啦 为什么很简单嘛 对不对因为汇率是浮动的嘛 那更这是状况 这是基本状况嘛 那第二个状况 你基本上你公司的base够大 你的财务部都会做一些 所谓的汇率上的避险 或者是原物料的避险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所以汇损它是暂时性的东西 既然是暂时性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的嘛 下雨天 撑伞 先收个衣服 在比较不利的状况下 就稍微退回一点资金 移到别的地方去做 好那我们讲特利的地方在于哪里 比如说这一档股票 3706省达 它业绩好不好啊 对不对 营收好不好 好啊 数字漂不漂亮 很漂亮啊 但是它的股价 为什么能够支撑它 从40几块涨到60几块 将近70块为什么 它中间掺杂的原因在于哪里 理论上来讲 这一天爆大量先走一趟 有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啦 这个量已经30几万张了 你再不走 那跌下来你又要骂人 涨上去 你会觉得说老师可惜 都不用去烦恼 股价就是会有涨会有点 你只要卖在对的地方 你认为对的地方OK 所以你卖在60块 60块出有没有关系没关系 可是中间为什么 掺杂了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使它能够继续上涨 来各位 来我们下面那个爸爸 我们拉掉 一天增加了两三千张的龙卷 所以它在走什么 它已经不是在走营收题材了 它已经在走市场上的很多小草 市场上不能讲小草 要讲韭菜跟投资人 市场上有很多的人去做空它 它已经在走到 已经跟基本面没有太大太大的关系了 好不好 好 下一阶段回来 有股票要送给各位 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解释 为什么要去做这几档股票 八号我们等下来多解释几档 公开讲的股票 好不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图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图库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各位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操作 这么多股票当中 我们的一支念念不忘的 包含现在手上还有的 比如说COAS 面板及扇形封装 机器人 这一些族群里面 包含CPU 其实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来来回回做 有一些股票 无论怎么样来回做 手上都一定要保有持股 为什么 是看好的不只是题材 看好的是它的产业 跟未来的业绩爆发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怎么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老师你怎么一下转 转到机器人你也有 怎么面板及扇形封装你也有 老师怎么CPU你也有 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有那些股票 就是我们看好它的产业 但是它的业绩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 就好像我们当时在讲光盛一样 对不对 那时候业绩根本没有出来嘛 那光收发模组里面 我说你如果没有光盛 你就干脆就不要买了 如果你不想持有光盛 光中之盛 你就不要买了 你勤贼先勤王 打蛇打七寸 你要买你一定要先买它 到未来的操作过程当中 无论涨跌脱离成本之后 你卖掉也好 你留作纪念也好 甚至于你要剩下部分持股也好 我们都还会回来再做操作 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那我们刚介绍的一些 你看像面白级战 风装机器人都来不及介绍了 我们就直接来跟各位讲 来这个 我认为一定要有 比如说红准也好 2392的正威也好 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有 因为这个是各位投资表 这是未来一定要做的 什么东西一定要做 运算中心嘛 现在开始都在成立这个东西了啦 各大企业 如果你是中小企业的话 你没有办法 独立成为所谓的运算中心 那你怎么办 你就要去租赁嘛 那你租赁你要跟谁租赁 你当然要是跟辉达租赁嘛 为什么 所有的晶片大战都捏在他的手上 所以你 这个是这家公司 台湾这家公司是代理 所谓的辉达云端的服务商 那你当然是要跟他租啊 好条件好公司出现在 低档低价低位阶 是不是你长期持有 当然 而且我跟你讲 他甩教不是说只有甩投资人 他连法人都甩教 就是法人开始大卖 连续大卖几兆 他开始不跌了 那是不是一个长期布局的 低点的好点位 想知道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麻烦你 给我们电话 把这一份资料 这一档股票带回去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